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 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 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 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 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 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 在20年后的今天 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 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 为您找寻真相 帮您走出谎言 2001年1月23日 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 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进行策划导演的伪案 当真相被披露后 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 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 自焚事件17天后 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 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 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 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 审批很严的 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 要是没有许可证 当时就被轰走 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 拍了个正着 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 一看就是导演好的 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 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 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 王静东1月23日自焚 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 在1月22日就知道了 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 罗干曾说 即使我们王静东不自焚 也会有张静东 李静东等跳出来表演 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 2001年9月22日 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 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 自焚这件事 我们事先就知道 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 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 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 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 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 一个朋友向我透露 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 2001年1月27日 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 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 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 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 那不是真的 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 上头召集交警开会 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 道路怎么管制 各种车辆怎么疏导 都安排得很细致 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 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 心里很气愤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法轮功真相》系列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委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武汉刘舍红和赵秀娟 分别被网判七年半和七年 湖北赤壁市周国强 被非法关押两年 疑似被配血刑 广东省女子监狱 近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原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局局长 尤明言 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 据明慧网报道 2019年9月4日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 刘舍红和妻子赵秀娟 在荆州市被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荆州市 荆州区西门看守所 2020年12月3日获悉 刘舍红被网判七年半 妻子赵秀娟被网判七年 刘舍红53岁 原籍湖北省咸宁市 咸安区大桥村人 年轻时因吸毒 斗殴 多次郎当入狱 毒瘾不光吸空了家里的钱财 更摧毁了刘舍红的身体 使他年纪轻轻就两脚浮肿 全身发黑 挤尽丧命 2006年 刘舍红坐牢时 接触到了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 从此他也开始了修炼法轮功 仅四个月时间 他就戒掉了毒瘾 身体恢复了健康 红光满面 刘舍红按照法轮功教导的 真 善 忍 来要求自己 学会善待他人 彻底改掉了恶习 真正的脱胎换骨了 知道他过去的人无不撑起 当刘舍红看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造谣污蔑和残酷迫害 就喷血标语 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 因此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 2008年 曾被非法牢教 并遭到毒打 2010年又被网判4年 在湖北 沙阳 范家台监狱 遭受迫害 刘舍红和赵秀娟夫妇 原住在武汉市武昌区 因被当地警察骚扰 被迫流离失所 2019年9月4日 夫妻二人在荆州市被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荆州市 荆州区西门看守所 他们的家属为刘舍红请了律师 律师两次要求会见当事人 却都被荆州市西门看守所拒绝 2020年12月3日获悉 刘舍红被网判7年半 妻子赵秀娟被网判7年 据明慧网报道 湖北省赤壁市法轮功学员周国强先生 2018年12月26日被武汉国安绑架 他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快两年 近期获悉 周国强被全身检查 还被抽血 抽骨髓检查 令人怀疑这是未配血型 因为多年来 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 越来越多被曝光 不得不令人相信 中共有庞大的活人共体器官库 周国强 50多岁 元赤壁市工商银行职工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里 他曾被非法劳教三年 遭到背铐 用高压电棍电 铐在树上日晒 逼做奴工等各种明目的酷刑折磨 2018年12月26日 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刑侦警察 联合武昌区虞家头和水果湖派出所 国宝 特警 闯入红山区中北路 瑶家岭站东湖西园物业 绑架了周国强等6人 他们被劫持到虞家头派出所 被靠在铁椅上非法审问 遭到毒打 刑讯逼供 又被强迫做身体检查 他们被抽了几百毫升血 被检查了肝 肾 心 肺等功能 还做了眼科检查 说是检查眼角膜 这些检查 很可能都是为活摘器官准备的 周国强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清零看守所 据说 在里面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编了号 不判刑也不释放 这个是610头目黄孝军 具体负责迫害周国强 目前得知 周国强现被单独关押 周国强被强制抽血 抽骨髓 令人怀疑她是被配血型 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三个黑窝 广东省女子监狱 广东省北江监狱和广东省四会监狱 均有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管辖 广东省女子监狱是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监狱管理局与广东省政法委串通仪器 为三大黑窝撑腰 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 广东省女子监狱强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做奴工产品 对外联系和销售该产品的公司为 广东加顺综合总厂 现改名为广东省广域集团加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当法轮功学员被投进监狱后 首先被安置在四监区 遭受野蛮的入监洗脑迫害 逼迫携所谓不修炼法轮功的五书 并通过四监区及监狱610的所谓考核后才能下监 为追求所谓的转化率 广东省女子监狱及其预警 罔顾法律 道德 天理 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对坚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 采用侮辱 打骂 罚战 不提供充足食物 剥夺睡眠 不准大小便 不让洗漱 不提供生活必需品等邪恶手段 对他们进行肉体上摧残 人格上侮辱 原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法律讲师 二级警督律师赵平女士 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2008年9月被非法判刑三年 在广东省女子监狱 遭非法暴力洗脑和劳工奴役 受尽非人折磨 2013年12月17日 赵平女士10名在明慧网发表 《广东女子监狱的劳中佬》文章 揭开了女子监狱暴力洗脑 强制转化 高强度劳逸等骇人听闻的黑幕 她因此遭广州和贵阳国保 及610人员的多次骚扰 直至被迫害离世 年仅58岁 被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的 法轮功学员还有 惠州市法轮功学员黄丁友 中山市陈晓月 汕尾市陆河县彭文秀 梅州交陵县李松芳 惠州市惠东县郑桂友 法轮功学员陈正荣 林绍娜 广东省女子监狱 2004年开始 专门设立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团队 郑珠娜为负责人 洗脑主公首有 于云霞 徐仙银 雄星 敏小红 黄云英 谭欣欣 邹欣欣 邹春娜 齐欣 黄书燕 敖晓灵等 据明慧网报道 游明言自2008年下半年 至2012年下半年 任职农安县公安局长4年 游明言不仅是实施 异常常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策划者 更是滥用职权 破坏法律 迫害无辜的犯罪者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在其任职期间 农安县法轮功学员 1人被迫害致死 9人被非法判刑 15人被非法劳教 86人次遭骚扰 绑架 非法拘留 30人次被送洗脑般迫害 2019年5月31日 明慧网发布通告 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 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 迫害法轮功的人 拒发签证 拒绝入境 国际社会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 走向实质性的拒签行动 现在 游明言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 据明慧网统计 迄今为止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 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 但是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表示 中共是头号威胁 美国律师鲍威尔证实 中国产假选票涌入美国 紧穿集会民众 美国大选影响全世界的人 台湾举办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 与6000人出席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 1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说 中共对美国构成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威胁 作为国家情报局局长 拉特克里夫可以接触到比其他政府官员更多的情报 他说 我监督情报机构 我的办公室每天定期为总统制作简报 详细介绍美国面临的威胁 如果我能从这个独特的角度向美国人民传达一件事 那就是中共对当今的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对全世界的民主与自由构成的最大威胁 拉特克里夫说 现在的情报很明确 中共打算在经济 军事和技术上主宰美国和世界 中国的一些大型公共机构与知名企业 是中共开展间谍活动的伪装 他指出中共的做法是窃取 复制与替代 中共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后 复制美国的技术 然后取代美国的企业 他在文章中着重点名了中国通信企业华为 他说 中共将华为这样的企业 伪装成公共事业和知名企业 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部署 收集情报 以支持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拉特克里夫说 情报表明 中共对美国政治的干预是俄罗斯的6倍 伊朗的12倍 他特别提到 在美国的中资企业 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影响美国雇员 企图通过工会发动群众力量 迫使当地议员改变对中共的强硬立场 他称 联邦调查局经常逮捕窃取美国研发机密的中国公民 据估计 中国知识产权盗窃 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 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损失4000至6000美元 他还表示 中共应是美国未来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 华盛顿应该做好准备 美国领导人需要看清这一威胁 并采取解决行动 美国总统川普在2018年签署了一道行政执行令 叫在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时实施某些制裁的行政令 根据此行政令 国家情报局局长在大选结束后45天内 要评估是否有外国政府或任何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 干预美国的选举 并将此评估提供给总统 一旦评估认定 有外国势力破坏美国大选 美国各部门将对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实施各类制裁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中共深度参与了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舞弊案 美国律师希德尼·鲍威尔和林伍德 2020年12月3日 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 都提出了中国制造假选票的问题 鲍威尔表示 他收集到关于中国产的假选票的相关证据 也有跨美墨边界运输这些假选票的视频 他说 我们有证据表明 大量中国产的假选票正在流入美国 我们有一位目击证人说 这些假选票之所以不断被运进来 是因为无弊者打算在决胜性选举中混进假选票 或是在重新计数时混入 所以中国产的假选票仍在不断流入美国 美国自媒体网管专家12月5日报道说 中共红三代YCV发布的秘密视频显示 中国工厂伪造美国密西西比州 胡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 每月印刷量达50万张 YCV在网上提供了一段视频 是两名中国男子的对话录音 其中一个男子与一名操着广东口音的工厂老板 用普通话交谈讨论如何伪造美国选票 YCV11月9日在推特上发帖说 中国广东省的印刷厂在帮助印刷假选票 这些选票于2020年8月至10月之间 以医疗用品的名义游寄到加拿大和墨西哥 然后流入美国 YCV在12月2日转发自媒体网管专家的 中国产假选票报道时说 此视频的举报人是一个有良知和信神的人 我将提供更多信息 揭露中共对美国大选的干涉 以证明这次选举是造假的 网管专家12月5日的最新报道发出后 YCV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 我依我的人格和对神的信仰发誓 这次选举是欺诈性的 YCV稍早曾表示 今年全美各地查获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假假照和假证件 也与本次假选票事件有关 他引用美国之音报道说 截至8月10日 美国执法当局已截获了54,718张假身份证件 YCV说 由于每张空白选票都必须匹配到个人身份 才能进行投票 如今有人伪造选票 又有人大量假造证件 背后的客户明显就是为了方便在当地把选票进行二次改造 进而介入美国选举 YCV是满足郑黄旗后裔 他的祖父为前中共中央警卫局上述民族离休高干 他的父亲曾在银行业担任高管 12月5日中午 来自美国加州各地的数百名民众继续在首府沙加缅度集会 表达他们反对大选舞弊和维护宪政的决心 他们挥动着支持川普的旗帜 高喊停止窃选 从中国大陆来的张女士 每星期都来参加挺川集会 她说 如果川普总统不能连任 这对世界来说就是末日 这次的美国大选 不光是美国的事情 它影响到全世界的所有人 她强调说 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太可怕了 我从中国来到美国 就是希望有一个自由的生活环境 但现在看起来 美国的自由受到巨大的威胁 所以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川普 股票经纪埃里克·帕拉戴斯表示 他每个星期都来参加支持川普的集会 他说 中共让拜登家庭腐败堕落 他们用这种方式胁迫拜登 而拜登只得听命于中共 中共用这种方式掌握美国的实权后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他表示 在人类的历史中 正与邪一直在较量中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 川普代表的是美国建法 让每个人都享有基本人权 相互尊重 拜登代表的左派腐败透顶 他们企图通过舞弊窃选 因此 这次选举是一场正邪之战 他最后说 我对川普最终赢得选举充满信心 来自匈牙利的凯西诺瓦克说 我们来自前共产党国家 有的人来自中国 有的来自古巴 我们来到美国就是要获得自由 如果连美国都没有自由 也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那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呢 诺瓦克强调说 我们要为自由而战 如果美国沦陷了 整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了 他最后说 美国是片自由的土地 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世界都在仰望美国 现在美国的选举出现了窃选 所以我们要阻止窃选 2020年12月6日 来自台湾各地 与部分海外的6500多名法轮功学员 汇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 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19位法轮功学员 上台交流了在各自生活 工作和讲真相救人中 实践真善忍的修炼心得体会 法轮功师傅李洪志先生 发来贺词 在贺词中 李洪志师傅叮嘱并勉力弟子 大法是修炼 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 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 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 虽然是正邪之争 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 同时更好的讲真相救世人 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 摆好自己的位置 才能不被卷入其中 才能做得更好 19位发言的学员包括医师 教师 研究生 家庭主妇 营发族等各行各业 他们按照真善忍原则 在生活工作中实修内长 交流自己在各种领域 利用不同方式 用心救人的体悟与感受 令与会学员深受鼓舞与鞭策 12月5日 约5400多名法轮功学员 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型牌子及集体练功 在整个图形的中间 是1995年于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的 《转法轮》书籍和金色莲花作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 《转法轮》语书在全世界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而今年牌子图形选用了首发版本 就是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看到后 能回想起当年刚得法的喜悦 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忘修炼如初 继续坚持下去 黄春梅女士指出 在中共病毒疫情全球肆虐的影响下 人心动荡不安 因此今年排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这九个字 就是希望有缘人在看到今年排字的图案后 诚心默念能因此得到福报 他说 今年我们不受疫情影响 一如既往地举办大型排字活动 这是其他团体想都不敢想 能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活动 我们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把最好的祝福带给世人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3亿6千8百90万 本区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 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时事评论 参与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 中共官员遭恶报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号 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 教人按照真善神做好人 反本归真 自从1999年7月20号 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大法以来 中共体制内各种官员 都有人在追随迫害法轮功学员 然而古人有句话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劫之 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参与了迫害 如果不能及时悔改 早晚都会遭到天前 在已经曝光的因参与迫害 而遭恶报的案例中 有中共各级官员 警察 普通市民 他们有病死的 有被雷劈死的 车祸死的 有暴毙的 自杀的 半身不随的 还有被判刑撤职的 更有自己作恶 殃及家人的 下面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中共官员 遭恶报的部分实力 湖南省淮化市新黄县原城镇政府宗旨办吴继坤 多年来一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对法轮功学员打、骂、绑架、抄家、送紧洗脑班、监视跟踪等等 法轮功学员多次向吴继坤讲法轮功的真相 告诉他参与迫害的厉害关系 他不但不接受真相 还说自己就是听中共邪党的 中共邪党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迫害修炼人的滔天大罪 尽管吴继坤不知悔改 但上天仍在不同时间 不同形式给他警示 但是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恶报还是不以为然 仍然已孤行迫害法轮功学员 结果现在吴继坤已经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 四川十方市落水镇上家厂社区副主任李明 在2015年诬告法轮功学员陈文英 最后导致陈文英被冤判三年 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给李明讲法轮功的真相 同时告诉他善恶必报的道理 李明却说 我不怕遭恶报 不要给我讲宪法法律 我就听迫害法轮功机构610的 执迷不误的李明终于招来恶报 2019年底他突然发病 身体感到不适 经过检查患了癌症 几个月后 李明在痛苦中死去 才57岁 安徽合肥市中级检察院前任检察长马明安在任期间 是迫害法轮功的强力推手之一 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 所有上报中级检察院和中级法院的法轮功学员案件 都要按照合肥市公安局的要求 进行非法内审并内定刑期 身为检察长的马明安却密切配合和遵守这一荒唐程序 结果2015年7月的一天夜里 马明安在家楼顶上自意身亡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公安局副局长蒋鸿生 他在任职刑警大队队长时 参与迫害北安市法轮功学员马一涛等人 对他们绑架 刑讯逼供 并指使看守所给马一涛带上20公斤重的脚料 长达95天 后来蒋鸿生升职到副局长 今年8月 蒋鸿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由于蒋鸿生继续作恶 恶报殃及了他的家人 蒋鸿生的儿子在9月份出车祸 脸部几乎毁容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党委书记陈小光 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招致恶报 他去黄山旅游时命丧黄泉 公安局长杨斌张曾迫害法轮功也遭到报应 出车祸后 腿被撞断 公安局长宋玉舟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招来天前 父子俩都患了脑一血 一前一后 相继死亡 然而这些都不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愿意看到的 所以法轮功学员才苦口婆心地 讲着法轮功的真相 告诉迫害者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佛法是慈悲的 但是威严同在 不要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或者一点小力 而断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造成生命永远无法弥补的悔恨 希望迫害者赶快抓紧时机 悬崖勒马 忏悔罪过 善待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 给自己和家人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 中共自己也报道说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 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 在美国 有一亿两千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 即便如此呢 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 也要超过两年 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 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 因此在中国 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 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 仅仅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那么在中国 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 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 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 开膛破肚 摘取器官进行贩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 拿到了大量的证据 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 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2019年6月17日 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 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 无可质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 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 英国每日邮报 美国新闻周刊 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 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身心净化 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好 我是元成 近期因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 在中国愈演愈烈 面对疫情 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 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 一些不了解气功修炼的人不理解 觉得会不会是迷信 在法轮功学院中有许多得过大病的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 而一些没修炼的人成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也得到了各种福报 这些事实在明慧网上有诸多记载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患武汉肺炎痊愈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武汉肺炎 同学念九字真言两日得语 故事的主人公是大法弟子小枫的同学 今年2月2号 小枫联系了武汉的同学 得知同学陪妻子就诊 不幸染疾 症状和武汉肺炎完全一样 但医院没有床位 就是不给确诊 让他在家自行隔离 同学家里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 还有两个老人 情况危急 在很早以前 小枫就给这位同学讲过法轮功真相 做过三退保平安 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 小枫问同学九字真言是否还记得 同学说忘记了 小枫告诉他九字真言就是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并嘱咐同学不停地念 全家都念 可能会有转机 两天后 小枫再次联系这位同学 同学兴奋地说 我今早醒来 所有症状消失了 一身轻 这是一个念九字真言 化险为夷的案例 在武汉肺炎面前 愿意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甚至肯读一遍大法书籍 转法轮的人 都会得到神佛的保护 小枫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在法轮功修炼者中 有很多在修炼之前 曾经患过重病 因为修炼而获得了新生 二十年来 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歧视 与惨无人道的迫害中 仍然坚持不懈地劝善 讲法轮功真相 就是为了帮助别人 也身心受益 避免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的侵袭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 小枫想说明的是 不是要大家都来修炼法轮功 佛家是讲缘分的 但是相信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一定会助您度过夺命的危难 第二个故事是 老伴的新型冠状病毒症状 就这样消失了 故事的主人公刘老伯 家住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灾区 大年一过就被封城 接着居住的小区也被封了 不许居民出门 一天下午 刘老伯的老伴开始咳嗽 并伴随着嗓子疼 老伴测体温36.5度 体温正常 过了一个多小时 他再测体温 是37.4度 老伴开始紧张了 拿着体温计来找刘老伯 刘老伯说没事 不用紧张 又过了一阵子 老伴又拿着体温计叫刘老伯看 38.5度 这时已经到了晚上 刘老伯也有些紧张了 因为体温升得这么快 很像新型冠状病毒的表现 医院不敢去 害怕被隔离 当时已经是晚上 药店已经关门 刘老伯两口子都是老年人 晚上行动不方便 怎么办呢 刘老伯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 他对老伴说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法轮大法 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了 快念九字真言吧 九字真言就是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老伴说他念了 刘老伯说 你没有真心念 平时我给你讲大法的事 你总是不在乎 有时还说些不敬大法师父 不敬大法的话 过新年那天 刘老伯针对当前的大瘟疫 又给全家人详细地讲了一次法轮功真相 但是由于家人成天被中共谎言洗脑 对刘老伯讲的真相似信非信 一边念着九字真言 一边看歌颂中共的电视 唱歌颂中共的歌曲 刘老伯对老伴说 你这样脚踩两只船 根本没有诚意 不是真心 大法师父怎么保护你呢 接着 刘老伯给老伴念了 大法师父在红银三中的相关诗文 刘老伯说 我一人练功 我们全家人都受了意的 可是你们都不知感恩 你现在就给师父认错 求师父救你吧 求生的欲望让刘老伯的老伴变了 这次他真信了 并按照刘老伯说的 立即给师父认了错 有空就诚心诚意地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一天 老伴十点钟上床睡觉 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淋 早晨三点 他的体温降到了37.7度 八点多钟 体温降到了37.3度 下午一点多钟 体温正常 36.5度 既不咳嗽 嗓子也不疼了 只过了二十个小时 就完全好了 现在刘老伯的老伴 天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彻底变了 第三个故事是 承念法轮大法好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七天康复 故事的主人公李先生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 今年80岁了 2020年1月中旬 他不幸被确诊 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一家医院 住了六天后 医院非让他出院 让他去大医院 大医院人满为患 互相推诿 他只好回家 病情一天天加重 造成肾衰竭 导致昏迷 2月初才住进了 武汉金银潭医院 医院医生 跟他的家人说 李先生求生欲望很小 不愿配合 李先生的一位亲戚 是法轮功修炼人 得知情况后 给李先生打电话 告诉他什么都别想 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情况一定会好转 当时李先生记不住 就记住了 法轮大法好五个字 他每天诚心默念这五个字 病情一天天好转 那些肺炎症状逐渐消失 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到了第七天 奇迹出现了 医生给他做检查 核酸检测成阴性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 李先生身上的神奇变化 让他的亲友们惊诧不已 第四个故事是 妹妹武汉出现肺炎症状 念九字真言 三天痊愈 故事的主人公是 大法弟子王欣的妹妹 王欣的妹妹嫁到了武汉 武汉肺炎刚被曝光的时候 王欣就提醒过妹妹 要注意预防 可是妹妹受中共虚假宣传的毒害 不把王欣的提醒放在心上 还在肺炎爆发期间 去当地医院送外卖 医院二十三号 王欣的妹妹身体开始出现症状 感到全身乏力 头晕 手脚酸痛 发低烧的 妹妹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冒 吃了些感冒药后 没有任何效果 她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应该是患上了武汉肺炎 王欣以前和妹妹讲过法轮功真相 妹妹也做过三退 退出了中共的党团 少先队组织 还看过大法的书 转法轮 王欣在二十七号 得知妹妹的消息后 立即告诉她 诚心念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并将大法音乐发给她听 妹妹照做了 第二天 妹妹告诉王欣说 她稍退了 症状改善多了 但还感觉有些胸闷 呼吸有些困难 王欣叮嘱她 继续承念九字真言 多听大法音乐 到了第三天 妹妹告诉王欣 身体已经完全好了 可以做家务了 王欣恳切地说 希望更多的使人 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 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那是救命的法宝 第五个故事是 不怕瘟疫的人 故事的主人公老张 近日经历了一场 与无名疾病对决的较量 结果老张赢了 那是2020年元旦的 第二天下午 老张去沈阳市某大型超市购物 没想到人山人海的 原来是新年这两天 商品打五折 没想到当天傍晚 老张开始咳嗽 第二天就发烧 不想吃东西 老张没在乎 不曾想症状越来越严重 最后发烧 让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好像内脏都肿了 呼吸困难 咳得很厉害 全身的骨头都痛 头也痛 还有麻木的感觉 盖着厚厚的棉被 还感觉冷 尽管这样 老张一点也没有害怕 因为他心里装了救命的法宝 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老张坚持念了四天 不烧了 只是咳嗽 历时两个星期 老张彻底好了 老张说 自从我明白了法轮功真相 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之后 再也不怕什么疾病 瘟疫 灾难了 因为我知道了 无数的人因为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而绝处逢生 我知道法轮功来到世间 是来救人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袁程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 我是主持人心语 欢迎您的收听 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还有一句叫 神看人心 对于多年来 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 很有些不可理解 神在哪里 神明如何能知道 我的所思所想 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 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 它就不存在 那种说法都是迷信 都是骗人的 然而 真的是这样吗 人看不见神佛 科学证明不了 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 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 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 其实古往今来 世间有无数的人 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 无论是文字的记载 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 清朝一代文学宗师 季晓兰就是其中的一位 季晓兰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 还有特异功能 能在夜晚看见东西 直到成年后 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 在古今中外 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季晓兰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转官十多年之外 晚年还著有《月威草堂笔记》二十五卷 享有与辽斋志义齐名的圣誉 在《月威草堂笔记》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读书人 夜里经过月地庙 只见庙宇的两扇红七大门紧闭 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 他知道遇见神灵了 赶快上前躬身下拜 口称上圣 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 我不是高贵的神灵 只是右镜台的思静力 因诵文部偶然来到这里 读书人问道 你思的是什么静 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静吗 思静力说 近似夜静 但却是另一种静 叫心静 夜静所照的 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 恶事而已 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 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 是瞬息万端 启灭无时的 其中包藏着许多忧深 不可推测的意图 那是很难亏见的 所以有些人 若单从外表上看 往往能给人以 麒麟般的慈祥 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 而他的内在 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 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 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 一般的夜静是照不透的 自从宋朝之后 社会道德更趋低下 这种伪装粉饰 隐匿欺骗的巧述 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 更趋金属 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 都被他蒙混过去 最终也没有被揭露 所以上天诸神合议 决定将夜静移到左台 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 而在右台增设心静 专门照那些伪君子 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 相对照应之下 人的内心世界 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 有固执邪贱的 有偏颇怪异的 有心黑如漆的 有弯曲如钩的 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 有浑浊如污泥的 有内心险恶千眼万负的 有心机繁多 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 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 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 有独如蛇蝎的 有独如虎狼的 有企图官服滑盖加身的 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 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的 思量那银邪密细图上的 丑态 但当你回过头来 观看他们的外表 却也各个仪表堂皇 道貌黯然 而在许多人之中 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 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 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 这些情况 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 仔细观察并记录下 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 每三个月来这里 向冬月神君汇报一次 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 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 要求也更严格 而对那些畸心暗算 越巧妙的人 惩处也更严重 春秋一书记载了 鲁国两百四十年的历史 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 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 特别体现对斩秦的惩罚 就是由于他隐匿了 隐匿了罪恶的缘故 你要记住 人应诚实厚谱 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 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 那位读书人 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 斯敬丽的话后 恭敬地向他下拜 说谨记教会 谢谢 通过纪晓兰所记录下的 这段故事 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 万事劝人 修满昧 举头三尺 有神明 不要以为自己干了 见不得人的事 不说给别人听 就过关了 没事了 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 时刻都有神灵 在注视着你的 一举一动 一丝一念 而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这一切 并不会因为 你看不见 不相信 神灵就不管你了 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所以 从内心要求自己 做一个好人 才是人应该遵行的法则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 是否让您 对神灵的是否存在 对神看人心 有了不同的感悟呢 好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 您好 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 我是雪莉 今天给大家带来 女低音歌唱家 杨健生演唱的歌曲 雪莲 这首歌是电影 《善与恶》的插曲 电影《善与恶》 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 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 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 惨无人道 同时警醒世人 善恶有报的天理 歌词是这样写的 欲结冰清 欲结冰清 欲雪莲 天资地仰 瑶池边 仙香自意 来凡尘 历尽千心 旧良善 花言虽是 神愿在 永流芬芳 沁人间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有小时作词作曲 杨健生演唱的 《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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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的阳阳痴边 鲜香似的海城 梦境前行旧凉山 花言随时身软载 永有分放弃人间 花言随时身软载 永有分放弃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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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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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